好朋友们一起喝下午茶 是一种轻松悠闲的交流 也是一种流行文化 相传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贝德福公爵夫人安娜玛丽亚 经常在下午的时候 邀请贵族侍女前来她的城堡 在起居室品尝茶和点心 原本是为了在晚宴开始之前 先打发时间 没有想到成为贵族之间的 纷纷以最精致的茶具和茶点 邀请宾客 下午茶通常放置三层点心盘 最下一层是三明治 中间是点心或是司康饼 最上层是蛋糕或水果塔 食用的时候由下往上品尝 英式的下午茶 以大吉岭红茶和伯爵茶为主 若是喝奶茶 则是先倒入牛奶 再倒入红茶 到了现代社会 下午茶的点心更加多采多姿 细敏的选择精致 环境也更加舒服 人们喜欢相约品尝下午茶 它不像晚餐的气氛隆重 也不像午餐的时间聪簇 也因此在享受的时候 更多了一份轻松和自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